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是朱爱明 继续给大家播讲漫谈美国史 上次我们说到 英美双方经过了对多个条款的激烈争论 最终取得了共识 那么巴黎合约的正式文本也就出炉了 它包括十项条款 一 英国承认美国独立 二 确立美国西部的边境线就是密西西比河 三 英国授予美国在加拿大纽芬兰海域 和圣劳伦斯班的捕鱼权 四 双方互欠债务 均案合同偿还 五 美国邦联议会诚挚的建议各州保护保王党人的财产 六 美国避免继续侵占保王党人的财产 七 双方释放所有的战俘 八 双方共享密西西比河的航行权 九 美国在此条约签订之后 占领的英国领土应退还给英国 十 本条约必须在六个月内得到双方立法机构的认可方能生效 从最后的文本中不难看出 美国几乎得到了他想要的一切 所有的学者都认为英国在这个条约中过于的慷慨 特别是让美国国土扩大一倍的这一条 简直是天上掉馅饼 凭美国的实力 他本不应该占这么大的便宜 1782年10月30日 英美代表都在条约上签了字 虽然还没有正式的生效 但这毫无疑问是一个值得庆祝的日子 那么接下来 美国代表们就面临着一个尴尬的问题 怎么向法国交代 这三位代表慷慨激昂的把合同签了 倒是挺痛快 可是法国至今为止一个字都不知道 他们不但违背了国会的意志 也背叛了与法国的盟约 这个时候亚当斯和杰伊不说话了 他们把目光投向了弗兰克林 那么弗兰克林没有办法 只好硬着头皮负责善后 他去了凡尔赛宫 非常不好意思的 向弗兰尼斯汇报了英美条约的事情 弗兰尼斯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他没有想到美国人居然这么无耻 但他并没有发作 只是说你们如此形势太不文明了 弗兰克林赶紧解释 说我们没有签订任何对法国不利的条款 而且在法国和英国谈妥之前 美英条约不会生效 美法关系依然是我们最重要的外交关系 没法有一半岁 要是事情到这就结束了 弗兰尼斯还可以忍受 可是弗兰克林接下来说的话 终于让他崩溃了 弗兰克林说 我们国会最近手头有点紧 您能不能再带给我们一笔钱 这个时候的弗兰尼斯简直不知道 美国人的脸皮是什么做的 所以他说 你们还是想想怎么赔偿我们国王的损失吧 还想要钱 我要对你们的国会抗议 面对圣怒的弗兰尼斯 弗兰克林的回答 堪称是外交杰作 他说 我们没有损害法国的利益 在没有通知您的情况下 就跟英国缔约 这确实是我们的不对 希望您原谅 不要让这点小误会 毁了没法联盟 我希望我们之间的这点不愉快 不要传出去 更不要变成公开的抗议 免得让我们的敌人抓住把柄 破坏我们的友谊 就这么软硬兼尸 弗兰克林再次把利益均衡的游戏 玩到了极致 法国如果敢闹 我就跟英国和好 你自己掂量一下 那么结果就是 弗蒂尼斯不但没有提出抗议 还批准了美国的贷款请求 他居然替弗兰克林辩护说 这件事情都是因为弗兰克林心太软 所以被另外两个代表给绑架了 事到如今 生命已经组成了熟饭 法国还能怎么样呢 与美国签订合约之后 英国又和法国 荷兰 西班牙分别谈判 重新划分了势力范围 协调彼此的关系 9月之后 英法协议达成 1783年9月3日 英美巴黎合约正式生效 独立战争结束了 从1775年4月到1783年9月 战争历时8年半 整个独立战争 美国人为他们的自由付出了2.5万个生命 新大陆也是满目苍疑 邦连议会软而无力 当时在北美大地上最强大的组织就是大陆军 所以在英美谈判期间 国会就已经敦促华盛顿 着手解散大陆军 但是华盛顿拒绝执行 他说 如果在和平协议没有签订之前 就解除武装 那我们在谈判桌上就没有筹码了 巴黎合约正式结束了独立战争 但他并没有结束美国的麻烦 英军的总司令克林顿 在撤离纽约的时候就说 既然美国人这么想要他们自己的国家 那就由他们去好了 言下之意 没有了英王的保护 他并不看好美国的明天 其实呢 早在1782年年初的时候 动乱就已经开始酝酿 而动乱的根源就是大陆军 大陆军与其说是国家的军队 不如说是华盛顿的军队 因为他们对于华盛顿个人的忠诚 远远超过他们对于国家的忠诚 在过去的八年中 大陆军就像一个弃儿 得不到邦连议会和各州的关爱 吃不饱穿不暖 如果不是华盛顿上下的州权 可能早就散伙 所以如果这个时候 黄盛顿登高一呼 那么战士们一定会眉头不皱 就会跟他走 邦连议会看着如日中天的黄盛顿 和伟大不调的大陆军 他们不得不怀疑 美国是不是真的自由了 那么国会的这种担心是有道理的 因为很多大陆军的军官已经在切切私语了 在盼望着军事强权的出现 八年的战争让他们清楚的看到 软弱无力的中央政府保护不了他们的利益 如果华盛顿像克伦威尔那样 当上护国主 或者干脆当国王 那么大家的日子也许就会好过了 1782年5月22日 华盛顿收到了刘易斯尼古拉上校的一封信 这封信写了整整七页纸 隶属了共和制的弱点 建议华盛顿成为美国第一位君主 其中有一段话是这么写的 一些人总是把君主和暴政连在一起 但是如果各方的利益都处理的好 拥有国王的头衔 没有什么不可以的 意思是开明的专制是可以接受的 华盛顿看到这封信的时候 感到脊柱发凉 他似乎不相信 有人竟会有这样的念头 无论他对国会多么的不满 他从来没有想过取而代之 早在1776年 大陆会议授予他独裁北方的特权的时候 他就说 我将时刻牢记 见识我们捍卫自由的最后手段 也是当我们获得自由之后 最先应该放下的东西 八年来 他一直强调军队要听命于民选政府 小心翼翼的维持着和各方的权力平衡 这既是他的共和理想 也是他作为政治家的城府 但是显而易见 他的谨慎并没有挡住别人的猜疑 尼古拉的话恐怕不只是他一个人的意思 这是最让华盛顿感到恐惧的 他当天就写了回信 而且破天荒第一次 他要求助理们把信另抄一份封存起来 以便向后事证明 在这封著名的信中 华盛顿是这么写的 先生 在整个战争中 任何挫折都没有像你的信这样 带给我如此巨大的痛苦 这样的想法竟然存在于军队中 让我不得不感到事态的严重 我不敢把你的话告诉任何人 唯恐玷污他们的心灵 我想象不出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让你们认为我会危害我的国家 如果我对自己的认识还算正确的话 我相信没有人比我更强烈的反对你这一图谋 我请求你 如果你对你的国家还有一点爱 如果你对你自己和子孙还有一点关怀 如果你对我还有一点尊重 请把这种想法从你的脑中彻底的清楚 尼古拉在收到这封回信之后 在震惊之余羞愧难当 他连写了三封信向华盛顿道歉 那么这个话题就算被压下去 但是过了没多久 华盛顿又收到了汉贝尔顿的一封信 汉贝尔顿我们前面提到了 他曾经是华盛顿最信任的助理 那么后来因为性格不和离开了华盛顿 但是两个人的关系依然非常的亲密 二十八岁的汉贝尔顿 这个时候已经是邦联议会的议员 大陆军出身的他 对形势的认识比别人清楚得多 他跟华盛顿说话根本不需要拐而抹角 因为他们彼此太了解了 汉贝尔顿就说 军队对国会的不满已经到了爆发的边缘 和平协议一旦生效 军队将会用刺刀获取他们想要的一切 如果你领头干 你将得到拥戴 如果你不干 你将被推到一边 汉贝尔顿提醒华盛顿 你的领导权正受到威胁 毫无疑问 战后的美国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 只有这样才能够偿还外债 安抚民生 既然这样 你为什么不顺应潮流 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呢 华盛顿虽然很认同汉贝尔顿的分析 但他也看出来了 汉贝尔顿和他代表了国会中的强硬派 会支持他做任何事情 历史上很多战争的结果 都是以一个独裁去代替另一个独裁 专制似乎是很多人 在饱受磨难之后 愿意接受了宿命 那么在举目接国王的时代 当国王也是一条正道 如今新大陆正在因为企图避免这样的命运 才陷入到危机 但是即便如此 华盛顿仍然坚持他一直坚持的信念 拒绝接受任何政治上的诱惑 形同虚设的邦连并不是理想的政府 但它是人民的选择 如果美国注定要为这个选择走一段弯路 那就让他走吧 自由就像人一样 是需要成长的 华盛顿再次表示 无论如何 他都不会允许他的军队凌驾于民选政府之上 至于大陆军会不会听他的约束 他说 我相信重感情由十大体的军官们会明辨是非 他警告汉米尔顿 军队是危险的利器 不要拿着他玩 然而 华盛顿眼中十大体的军官们 正在策划一场阴谋 这一次事关他们的切身利益 他们根本就不想让华盛顿插手 历史学家们把这件事情称之为纽宝阴谋 因为它发生在大陆军在纽约中的总部纽宝 1783年3月 随着英美和平协议的草迁 华盛顿奉国会之命 开始陆续解散大陆军 问题是国库里一分钱都没有 别说退伍军人的抚恤金 现役军人的工资还欠着 更要命的是不但战士们的工资没着落 军官们的工资也有很长时间没发了 就算战士们能够忍气吞声 军官们也不是好惹的 他们大多数来自于中产级地家庭 参军前有产有业 打了几年仗 营生都荒废了 正指望着工资和退休金过日子 帮来议会只字不提待遇的事情 就想赶紧的把人打了回家 华盛顿无数次的请求邦联议会 考虑军人的利益 可他就像是在跟一堵墙说话时 只能听到自己的回音 因为国会本身就是一个乞丐 他没有征税权 只能依赖各州的捐款 那么各州说 仗都打完了 我凭什么还要给你钱 弗吉尼亚带头赖账 很快13个州都宣布停止供应大陆军 可他们忘记了 大陆军虽然没有钱 但是有枪炮 一旦逼急了 他们难道不会自己解决奔饱问题 那么军官们看到这种情况 自然非常的不满 既然政客们指望不上 总司令也指望不上 因为他们觉得 华盛顿根本不为他们着想 整天就知道维护自己的名声 他家里自己有钱有地有奴隶 根本没有体会他们这些军官们的艰辛 所以军官们决定先组织起来 找国会说理 软的不行就来硬的 3月初 一封匿名信开始在军官中流传 约定在某个地点开会 商议下一步的行动 所有的军官都拿到了一份 只有华盛顿除外 当华盛顿得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他明白 一场叛乱正在寓意之中 如果得逞的话 美国将划入内战的深渊 那么华盛顿就命令军官们 把这次会议推迟到3月15日 并且只能在他指定的地点举行 他也暗示 他不会打扰他们 那么军官们就接受了 华盛顿的这个安排 反正也是迟早的事情 等几天不算什么 3月15日 军官们来到指定地点开会 他们在那儿 声讨国会和各州 华盛顿突然出现在会场 他显得非常孤独 身边没有一兵一卒 大家都很诧异 因为他们根本没有想到 华盛顿会来 华盛顿来到军官们中间 看着那一张张愤怒的脸 往日里 他们对他都是充满了敬意 可是今天 他只看到了怨恨的眼神 在令人难堪的寂静中 不善言辞的华盛顿 开始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谈话 这也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 在如此敌对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 首先他把自己从高高在上的总司令 变成了将军们的朋友 他说 正如我坚决捍卫我们共同的理想 正如我从未离开过你们的身边 正如我陪伴你们 感受每一次的痛苦 并且见证每一次的光荣 在这场战争即将结束的时候 你们不应该认为 我对你们的诉求无动于衷 他回忆了他们在一起成就的点点滴滴 赞扬了军官们 爱国精神 和他们为美国独立所做出的牺牲 他说 你们是好战士 更是好公民 现在竟然有人挑拨你们拿起武器 对付自己的国家 难道你们这几年的血都白流了吗 我请求你们给国会一点时间 让他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凭着你们的尊严 你们有能力 让你们的后代在回忆的时候说 人世间从未见证过如此完美的谢幕 华盛顿的这番话 把军官们抬到了一个很高的 道德境界 想下来都下不来 但是道德不能当饭吃 必须有点实惠才行 为了证明国会的诚意 华盛顿从怀里拿出了一封信说 我给你们念一下 国会议员给我了信 他打开想念 但没有出声 因为他看不清 欣赏了自己 就在大家莫名其妙地看着他 搞不清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 华盛顿做了那个 被后世称为历史性的动作 他用微微颤抖的手 从口袋里拿出了一副老花镜 一面戴上 一面有点不好意思的说 对不起 你们得让我戴上眼镜 我在为国家服务的过程中 不仅头发变白了 现在眼睛也开始变花了 就凭着这一个不切耳的动作 和这一句话 华盛顿解除了所有人的武装 因为这群将军们发现 他们曾经那么尊敬的总司令 已经变得如此的苍老 其实当华盛顿拿出眼镜的时候 每个人都大吃一惊 因为他们从没有见过 华盛顿戴眼镜 华盛顿是一个非常注重外表的人 他总在部下面前表现出强壮威武的一面 他的眼神一直很好 直到半年前 他发现自己的眼花了 为了不影响自己的形象 他虽然悄悄配了一副眼镜 但总是藏在抽屉或者口袋里 从不在别人面前戴 但今天没有办法 华盛顿戴好眼镜 刚读了一句 他的声音就被军官们的抽气声淹没了 因为这个时候 军官们的心里只有伤感 八年前 43岁的华盛顿 就任大陆军总司令的时候 看着是那么的刚毅 魁梧和威严 可是八年之后 51岁的华盛顿 满脸的沧桑 手发抖 眼发花 眼看着衰老下去 他一分钱的工资都没有要过 一分钟也没有背弃过他的理想 他为美国独立牺牲了什么 他又为大陆军做过了什么 在这一瞬间 这些大陆军的军官们 终于知道了 他们对这位他们所敬爱的总司令 感情有多深 就这样 在军官们的眼泪中 一场准叛乱 化于无形 他们决定 听从总司令的劝导 再给国会一点时间 华盛顿立刻就向国会和各州通报了情况 他威胁说 我给你们挡了一次 但是挡不了第二次 如果将军们再有什么举动 你们就听钱由命吧 国会和各州恐慌了 赶紧凑出了一笔钱 补发了将士们的工资 还一次性的发给了军官们五年的薪水 作为他们的退休金 风波总算过去了 新生的美国 终于没有上演手足相残的悲剧